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一个新的 在日本社会呢 新的现象出现了 特别是年轻人 年轻一代呢 对中国的感情好化了 还是比老人好多了 我希望中方也了解 掌握这个机会 我们也要掌握这个机会 要好好推动青少年交流 这个很重要的 第一次去中国是88年吧 那时候不一定有 要搞研究的这种意图 还是那个心情 但是可能大三的时候吧 差不多决定要开始学 所以一方面 像东外大的课中心 像这个东京大学的 文学院历史学的课 开始学习中国的近现代史 我跟中国的学者的交流 那个给我启发了很多 还是中国有一些这个 真的很优秀的学者们 他们的学问的深度 真的很厉害 比如那个 那时候在北大的 那个猫孩见教授 他们也是 对 这给我那个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50年了 其实变化很大 我今年54岁 我小时候 我还记得 我觉得1972年 我去上野动物园 看看熊猫 那如果特别多的人 要去看那个熊猫嘛 所以一直70年代到80年代 都是种族友好 一个时期 对 特别是80年代的话 小朋友们都了解 种族友好 总的来讲呢 这50年 两个国家的那种 的关系的性质 也可以 所站的位置都有变化 现在我们要找这种 1972还是按照我们 现在的所站在的 这个地方 来建立新的关系才对 当然那个我们 以以前的 是个重要文件 来为一个基础 来找找新的模式 特别是呢 这个亚洲地区的话 就是经济跟 非传统安保领域的话 有很多区域性的 合作的架构 我们早就有这种架构了 所以我们以那些 也极有的架构为主 进行这种区域性的合作 我本人推动那个 接受很多中国年轻学者 来文件课作也可以 还是这种研究中交流 然后很多那个线上 这个会议嘛 也可以利用这个东西 然后推动那个年轻 将来友文的 接受我们的那个交流 对 是我的小计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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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